同学们好 下面呢我们围绕这一章 涉及到主观题 下面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三个主观题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题 首先我们看要求 第一问 节要分析猛速公司建立工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所依据的产业市场细分的变量 那么这一问呢涉及到我们教材第三章的 第三节 就是讲到视察营销战略的时候 涉及到一个视察的细分 包括消费者视察细分 还有产业视察细分 那么这里讲的是产业视察细分的变量 这个我们说产业视察细分呢 托察情况下 除了我们所讲的 这个消费者视察细分的几个变量之外 作为产业视察细分的变量呢 通常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比如说产业视察细分的变量 通常还有呢 就是根据用户所在行业 做一个变量 以及用户的规模 用户所处的地理位置 这些呢都是产业视察细分呢 比较特殊的一些变量 第二问 节要分析猛速公司 是如何拥有价值链分析 构筑其自身建造优势的 那么这一问呢 涉及到我们教材第二章 第二章 我们讲到波特价值链分析的基础上 我们说通过企业资源能力的价值链分析 如何来重构价值链 包住企业呢 借着可持续建造优势 我们说这个问题呢 在考试当中呢 经常会设置到主观题 我们说 由于价值链分析 构筑企业自身建造优势 主要是有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 我们说确认 包住企业界的建造优势的关键活动 第二 是明确价值链内 各项活动之间的联系 第三个举措 是明确价值系统内 各项活动之间的联系 这么三个途径 第三个 节用分析猛数 电子商务平台的用源模式 所体现的数字技术 对企业建议模式的影响 那么这个问题呢 和明显 是涉及到我们旧城的第四章的内容 就第四章第四节 所讲到的 这个数字化技术 对企业建议模式的影响 我们说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 一个是互联网思维的影响 第二个关于多业化建议 第三个是消费者参与 这么三个方面 下边呢 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看 提干的资料 说2015年成立的猛数公司 是国内一家工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相对于国内中和线的B2B 就是公司和公司之间 这个交易电商平台 猛数公司专注于 数化行业 围绕数化原材料贸易 拥有数字化技术 为采购商和供应商 提供了专业的 数化材料采购和配套的供应链服务 那么这段话 请大家看 这段话的一方面 我们说这涉及到 就关于产业市场细分 依据的变量是什么呢 我们说根据用户所在的行业 就用户的行业类别 来进行细分的 因为我们说不同行业的用户呢 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这里讲到猛数公司呢 它这个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是区别于什么 区别于综合线的B2P电商平台 它专注于数化行业 关键词 这个专注于数化行业 所以我们说 这个产业市场细分的依据呢 就是用户所在行业 具体用户模式如下 以建立数化原材料上下游的对接的通道 针对数化原材料贸易信息不透明 修益流程长 效率低 等行业的关键的痛点 那么这句话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在八重企业界的可持续 建争优势过程当中 这个首先是确认 八重企业建立建争优势的 关键活动 关键活动也就是说 我们说关于创造价值活动 这些什么 这些重点聚焦 所以它是针对数化原材料贸易信息 不透明 交易流程长 效率低下 等关键行业的一些痛点 说明它是聚焦于这些方面 这就是属于确认 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关键活动 猛缩平台提供大量的供应商的信息数据 采购商通过专业搜索 可以拿到大品牌厂家的直购的原料 满足起专业化采购的需求 上游企业也因此获得大量的消费者 提高了毛利打造了品牌 那么在这里这段话呢 实际上是体现了 就关于价值的分析 帮助企业建立可持续建造优势的 第二个举措 就是明确价值列内各项活动之间的联系 二 整合关联服务方 提供一站式的互联网服务 是针对塑化原车料贸易双方 对超储公司 物流公司 以及介绍机构等 关联服务方的需求问题 猛数平台将这些关联服务方的整合进来 贸易双方不需要这费时费力的 去跟各个环节打交道 大大的降低了贸易成本 而对于关联服务方而言 也因此的增加了客源 并能通过猛数平台 积累大量的用户的数据 增加对用户陷入的了解 较低的经营风险 那么这里的关键词 整合关联服务方 这里呢 我们说涉及到超储公司 物流公司 甚至还有一些 金融机构等 关联服务方的需求问题 我们说这是属于 八周企业建立可持续建造优势的 第三个举措 就是明确的价值系统内 各项活动之间联系 我们说因为第三个举措呢 到头是打破了企业的边界了 建立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价值链 我们说相当于形成一个价值网一样 甚至我们说打破了产业的边界 建立一个企业价值网 所以这是设置到第三个举措 三 要入C端 C端也就是消费者参与贸易服务 这是讲什么 讲这个数字化技术 对企业兼元模式的影响当中 所谈到的消费者的参与 刚才的整合观念服务法 一定程度上我们说也体现了多元化 就是数字技术 促进企业多元化 猛速平台 引入包括行业的采购师 封销人员 司机车主等 个人提供对外的贸易服务 有资源的其他消费者 也能够通过猛速平台参与贸易服务 从而加速速化产业的货物流通和货款流通 解决城堡高企 秀率低下的难题 2019年 猛速公司荣获中国B2P 电子商务平台50强炒口 那么请大家一起来看 这个参考答案 首先我们看第一问 是猛速公司借的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所依据的产业市场细分的变量 是用户的行业类别 这个刚才呢 我们跟大家讲了 通过案例当中 有一段话非常明显的 体系的这个细分变量呢 就用户的行业类别 所以相对于综合性的B2P 电商平台 猛速公司专注于 速化行业 针对是特定的行业 也就意味着 这个用户的行业类别的细分 为了速化原创的贸易 又用数字化技术 为采购商和过程商 提供专业的速化材料采购和配套的 过业力服务 二 猛速公司又有价值的分析 是如何帮助其 构筑建政优势的呢 我们说主要是三个举措 一个是确认那些 支持企业 建立竞争优势的 关键线活动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实行重点聚焦 聚焦于 创造价值活动当中 哪些活动呢 说针对速化原料贸易 交易不透明 交易流程长 效率低下 等关键的行业痛点 所以关键是关键行业痛点 所以我们说这句话 就意味着 它是实际上的重点聚焦了 确认那些支持企业界的 建立竞争优势的 关键线活动 也正好是这些客户呢 关注了一些痛点 而明确价值列内 各种活动之间联系 所以这个猛速平台 提供大量的供应商的 信息数据 提供信息数据 采购商的通过专业搜索 可以拿到大品牌厂家的 职贡原料 满足起专业化采购的需求 商有企业也因此 获得了大量的消费者 提供了毛利 打造了品牌 这是明确价值列内 各种活动之间如何联系 第三 明确价值系统内 各项创造价值活动之间联系 这刚才讲了 主要是涉及到 整合关键服务方 提供一站式的互联网服务 针对塑化原车料贸易双方 对超出公司 物流公司 以及介绍机构等 关键服务方的需求问题 猛速平台 将这些关键服务方的整合进行 贸易双方呢 不需要这费时费力的 举个各个环节打交道 大大的降低了贸易成本 而对于关键服务方而言 也因此增加了客源 并能通过这个猛速平台 积累的大量用户的数据 增加对用户信用的了解 降低了经营分析 刚才讲了 这个主要是 整合关键服务方 提供一站式的互联网服务 第三个 猛速平台 用户模式所体现的数字化技术 对企业接用户模式的影响 我们说这个影响 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个是互联网思维的影响 互联网思维的影响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互联网加 阿里达州谈到这么几句话 说围绕数化原车料贸易 又有数字化技术 为采购商和工业商提供专业的 数化材料采购和配套的工业链服务 提供这种工业链服务 又有数字化技术 这就是体现了互联网加 接力数化原车料上下游对接的通道 这句话我们说不太明显 第三句话 是整合关联服务方提供一站式的互联网服务 互联网服务 这也是体现互联网思维的影响 关键是互联网 一路路C端也就消费者参与贸易服务 一路路C端 这也体现什么 体现了互联网加 这是互联网思维的影响 第二 多元化建议的影响 多元化 整合关联服务方提供一站式的互联网服务 这对数化原车料贸易双方 对仓储公司物流公司 以及金融机构 等关联服务方的需求问题 蒙叔平台将这些关联服务方的整合进来 贸易双方不需要这费势费力的 去跟各个环节打交道 大大的降低了贸易城堡 而对于关联服务方也因此增加了客源 并能通过蒙叔平台 大量用户的数据 增加了对用户信任的了解 降低了经营风险 这就是蒙叔平台 我们说整合关联服务方 服务于各个不同的视察主体 所以我们说体现了多元化 多元化就是新的产品和服务 与新的市场 与新的客户之间的这种匹配 所以体现的是多元化 经营的这种思维 第三 消费者参与影响 这个非常明显 引入了c端 就消费者参与贸易服务 说蒙叔平台 引入包括行业的采购师 分销人员 司机车主等 个人提供对应的贸易服务 有资源的其他消费者 也能通过这个蒙叔平台 参与贸易服务 从而加速速化产业的 货物流通和货款流通 解决成本高企 效率低下的难题 这是我们这一问 那么这里的这个题 这是2021年的解答题 相对来讲 这个题比较简单一些 一方面给出的信息资料 比较有限 而且我们也很容易 就是能够和 每一问的答案呢 把这些资料对接起来 下边呢 我们看第二个题 第二个题呢 这是我们自憋题 自己憋了个题 我们看第一问 要求第一问 依据战略创新的类型 解忧分析甲公司 三次转折 所涉及到的战略创新类型 这一问我们说很明显 这个涉及到我们教材第一扎 关于战略创新的四种类型 我们说这个问题呢 比较重要 包括哪四种类型呢 我们说产品创新 流程创新 定位创新 和法式创新 我们说要总确理解的 四种创新类型的 就再来创新类型的含义 和它的特征 第二个 解忧分析甲公司 又有数字化技术 对接忧要模式带来的影响 这刚刚呢 在去年上一个口题当中 跟大家讲了 数字化技术 对且接忧要模式的影响 我们是提起了三个方面 一个是互联网思维的影响 第二是多业化技术的影响 第三个 是消费者参与的影响 三个方面 下边我们请大家看 提供资料 甲国市呢 是一家机床生产企业 成立于1995年 甲国市的主营业务 为机床制造 及其相关配件生产 2003年7月 公司在深究所上市 2018年 公司销售收入增长的十倍 甲国市的发展呢 主要涉及三次转折 第一次转折 2006年 公司位于杭州的第一家 期间店诞生 2016年 甲国市的期间店数量呢 达到了50家 覆盖了全国主要的 区域线的基础市场 接受了产品多地转移的环节 强化了市场端 基础及配件 溃地交付能力 大家看一下 接受了产品多地转移的环节 强化了市场端 基础及配件的 溃速交付能力 我们说这段话体现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很明显 这体现的是流程刷新 因为我们是流程刷新的 有助于 价低产宝 提高质量 提高效率 节约时间 这里他讲的 减少了这个环节 强化了 溃速交付能力 这就是提现 流程刷新的时候 带着好处 就时间缩短了 效率提高了 是不是 第二次转折 2012年 甲公司开始着手于 商业模式刷的刷新 商业模式刷的刷新 在企业线性化建设上 持续发力 逐步实施ERP项目 优化企业各项价值活动 从而高效地提供 顾客满意的产品 并且呢 跌幅了原油基础企业的 发展模式 同时 甲公司将低端业务卫包 提高原油高端业务的 市场份额 并推出了多款 新型的高端受控基础 那么这个第二次转折当中呢 非常明显的 创新呢 我们说有两个创新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范式创新 范式创新就包括观念啦 思维方式啦 还有模式啦 这里有关键是模式 所以这个很明显提前范式创新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说推出多款新型高端速控机床 我们说这体现什么 这很明显体现了 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 那么我们说按照我们一贯的观点 就这口识过程当中呢 宁可多答不可少答 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所讲的第二次转折 第二次转折 我们说这个明显的创新 刚才已经讲了 一个是范式创新 一个产品创新 非常明显 其实呢 我们说 还可以呢 按照宁夺物手 大家看一下 说逐步实施ERP项目 优化企业各项价值活动 从而高效的提供顾客满意的产品 这个一定程度上怎么样呢 我们说一定程度上 也应该是体现了流程创新 逐步实施ERP 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 例如这个系统呢 优化企业各项价值活动 优化了 从而高效的提供顾客满意的产品 所以如果是按照我们所讲的 宁多物少 我们说也应该 体现什么呢 体现它的流程创新 但是后边呢 我们在做标准答案的时候 参考答案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非常明显的体现 一个是模式创新 一个产品创新 但是我刚才讲了 如果说按照我们一贯的观点 宁多物少的话 这句话我认为 也可以体现流程创新 第三次转折 2015年 万物互联的理念 得到了大多数企业的推崇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凶势发展 甲公司成功的业制出 AY智能速控系统 并基于AY智能速控系统 推出A平台 加云制造的智能网络 将设计 制造服务供应力 用户集成到云端 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 研发 修售的效率 提高效率 写助的价低了 相关的成本 大家看一下 大大提高了企业的 生产 研发 修售的效率 写助价低 相关成本 这个当然体现的是流程创新 跟系统的推出 极大的推荐了 杀药模式的创新 这个一看也非常明显 这体现什么呢 我们说 这体现的是 FAS创新 基于AY智能速货系统 甲公司为 过业链上的合作伙伴 打建了一个融平台 让沙流 直接流 和物流的交互 就基于该平台 构建了 KFAS的商业生态系统 这个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 如果也是按照我们所讲的 另多物少的话 那么这句话 我们说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一个什么 定位创新 基于这种 智能速控系统 甲公司为 过业链上的合作伙伴 打建了这样一个平台 构建了KFAS的 商业生态系统 我们说这句话 我觉得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什么 我们说理解成 是个定位创新 当然我们在后边的 参考答案当中 没有把它列出来 主要是体现的是 一个是流程创新 一个是什么 FAS创新 消费者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进行交流 消费者的参与 对甲公司提出 给经意见 极大的提高了 顾客对甲公司的满意程度 那么请大家一起来看参考答 第一次转折是流程创新 因为第一次转折 非常明显 它简直是涉及到流程创新 刚才讲了 关键词 减少了什么什么环节 强化了什么什么的 溃速 交付能力 我们说这个体现的是流程创新 第二次转折 我们说涉及到产品创新和 FAS创新 产品创新 我们说这个非常明显 加低端业务尾包 提高原有高端业务的市场份额 并推出多款新鞋 高端速控基础 推出的新产品了 这属于产品创新 那么FAS创新 甲公司可以使着手于 商业模式上的创新 这些企业线性化介绍上 持续发力 逐步实施了ERP项目 优化企业 优化企业 各项价值活动 从而高秀的为顾客 提供满意的产品 并且跌幅了 原有基础创的发展模式 我们刚才已经跟同学们讲了 这段话当然非常典型的 提现什么FAS创新 同时我们说 印度物手的话 这段话当中 在新鲜化介绍上持续发力 逐步实施ERP项目 优化企业各项价值活动 从而高秀的为顾客 提供满意的产品 我觉得其中这段话 也可以刚才跟大家讲了 也可以把它单列出来 理解为什么 理解为是流程创新 流程 第三次转折 一个是FAS创新 一个流程创新 我们说这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我们看FAS创新 说2015年 万物互联的 理念 得到大多数企业的推崇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兽实发展 甲公司成功的研制出 AY智能速货系统 并基于AY智能速货系统 推出了A平台 加云制造的智能网络 将设计 制造服务 供应链 用户集成到云端 跟系统的推出 极大的 推荐了商业模式的创新 我们说这非常明显 体现的什么 FAS创新 第二个创新 流程创新 流程创新 说2015年 万物互联的理念 得到大多数企业推崇 基于互联网技术 就是发展 甲公司成功的业势 从AY智能速货系统 并基于AY智能速货系统 推出了A平台 加云制造的智能网络 将设计 制造 服务 供应链 用户集成到云端 大大提高了企业的 生产 研发 修售的效率 写作的价低了 相关的成绑 我们说 这个很明显提现 什么流程创新 刚才我们在分析 提干的时候 跟大家讲 其实还有一句话 还有一句话 我们说可以提些什么 定位创新 这个案例当中 讲到了 就是构建了一个 开发的商业生态系统 甲公司为公约链上 合作伙伴 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 让杀流 直接流和物流的交互 就基于该平台 构建了一个 开发的商业生态系统 我们说这段话呢 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提些什么 定位创新 定位创新 所以按照 另多物少的话 这个第三次转转当中 还可以加一个定位创新 第二个 就是数字化技术 对企业兼元模式的影响 我们就提现三个方面 一个是互联网思维的影响 互联网思维 提现互联网加 在2012年甲公司 开始着手于商业模式上的创新 这些企业 信息化建设上 持续发力 就不等 实施了ERP项目 优化企业各项价值活动 从而高效地提供 顾客满意的产品 信息化建设上 持续发力 实施什么 ERP项目 这个我们说 体现的是互联网加 2015年 Wive互联网的理念 得到了大多数企业的推崇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 凶速发展 甲公司成功的研制 从AY智能速控系统 并基于这个AY智能速控系统 推出了A平台加 融制造的智能网络 这个体现什么 我们说 这也体现的是互联网加 体现的是互联网思维 第二是多元化建议的影响 将设计 制造 服务 工业链 用户 集成到云端 大大提供了企业的生产 研发 修盛的效率 协助的 降低的下关成本 这里我们说 设计到什么 设计 制造 服务 工业链 还有用户 集成到云端 体现了我们说多元化 加工是为过业链上的合作伙伴 打建了一个融平台 让沙流资金流和物流的交互 究竟于K平台 构建了一个开发的商业生态系统 是个开发的商业生态系统 这个就是为过业链上的合作伙伴 这些合作伙伴 我们可能设计到各行各业 多个不同的行业产业 所以体现了多元化 第三 消费者参与的影响 所以消费者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进行交流 对甲公司的提出给云竞 极大的提高了顾客 对甲公司的满意程度 这段话体现了就 消费者参与的影响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 自编体系解答题 这个提议也是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资料也少 比较好界定 好选择判断